台北縣有一名多項竊道前科 兩個月前才剛剛服刑出獄的林姓男子 昨天晚上喝得醉熏熏 但是卻將一輛沒有熄火 停在路邊加水的灑水車給開走了 被行羅警察看到之後呢 警察是跨縣市 追捕了將近十多公里 連開了十一槍 最後在台北市松山區將他逮捕 頭上纏著紗布的林姓男子 何邦搶車狼狽落網 16號晚間 他帶著醉意上街 眼見這台在路旁加水的灑水車 駕駛離座沒熄火 竟然開了就走 被巡邏警車碰個正著 展開追捕 多次這個制止他停下 他不聽 那經追逐 這跨縣市 大概數十公里遠 林姓嫌犯開著掛管的水車 途中還撥及其他車輛 車頭卡了跟保險桿 試圖衝撞警車 警方當街開了十一槍 三槍打中車輪 才在台北市松山區將人逮捕 我們迪孝皆非啊 他是說 因為他今年三月 出獄 那對外面生活不習慣 那他想回去吃這個牢飯 所以才會這個投車 你為什麼很想回去吃牢飯 是生活過不去嗎 有多項竊到前科的林姓男子 九側直達零點六三 才剛出獄又想回頭蹲苦搖 被疑公共危險 搶奪罪嫌移送 這下可真的是如願以償了 民視新聞學家英 陳敬業 台北報導